战胜自己的习气一次 礼敬重点在内心的恭敬 所以当我们恭敬心献钱的时候 对父母讲话 绝对是客客气气 绝对不会二言相向 所以当我们跟父母讲话的口气不好 那已经生称慧 已经迷迟了 所以第一点 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要用一个恭敬的心对待父母 父母命行误然 答应父母的事 绝对不能后悔 或者找借口 所以呢 很多的人都觉得 外面的人不能失信 家里的人还可以 有没有这个现象 反正家里的人 我对他失信 他又不会给我发脾气 外面的人一失信 我的荷包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存心 都在分别执着 而真正 点点滴滴照顾我们的人 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你更应该理尽的是谁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人不要搞颠倒 所以父母呼应勿还 老婆呼 老公呼 应勿还 公敬心 是一切处 为什么菩萨不修 普贤恨 不能原成佛道 因为普贤的理静 是对一切人 理静 一切众生 理静 他那种状态 已经跟佛 几乎是 无恶 无别 所以我们念这一句经文 诸位同修 您能够面对一切人 跟他对应的时候 都能恭恭敬敬 不起傲慢 你每天都在修普贤行 你每天 不要赶着 回家 一定要念两个小时的经 念经是手段 让你把这些教诲 实时提起来 更重要的是 把经典 落实 所以老婆上 有一次很有意思 有一个同修 遵从老婆上的教诲 把无量寿经 念了三千遍 跑去问老婆上 老婆上 我已经念了三千遍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老婆上跟他说 再念三千遍 所以三千遍 正真重要的 是记住教诲 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 马上提起来 转念 做出依教奉行的行为 食指在落实 所以这一句 第一句 再来第二句 父母命 行物然 答应父母的事 都要恭恭敬敬 去做到 我常常在看 每一句经文的时候 都深刻感受到 跟圣贤人的距离 差太远 我们看看真生 真子 孝经就是真子传出来的 念念 把父母放在心上 上山砍柴 刚好有朋友 要找真子 他的母亲 怕人家 长途跋涉 对人不好交代 但是真子 又上山砍柴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就拿了真 往自己的手上 扎一下 真子马上 心很绞痛 觉得一定是妈妈有啥事 马上赶回家里来 看到妈妈就跪下去 她说母亲 你有什么事吗 所以圣贤人的孝心 我们真正要效法 要学习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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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父母放在心上 父母交代的事 绝对不会 脱脱拉拉 相同的 老婆交代的事 能不能脱脱拉拉 老婆也是诸佛 都是未来诸佛 你可不能再生分别 修行就是在一切人 一切时 一切处 断分别之中 所以诸位同修 每一句经文 无量意 而你能解到什么意 完全看你的心量 扩宽到什么程度 你就解到什么意 好 我们看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责 须顺尘 对父母亲的教诲 父母亲的责法 我们都 要恭敬心去领受 诸位同修 讲到这里 我们就要 作者 时光穿梭机 诸位同修知道 时光穿梭机 我请诸位做过好几次了 你们都忘了 第一次叫你们回去的时候 是想起 孩子第一次 跟我们一起吃饭 爷爷奶奶都在 那第一口菜 加给谁 这是第一次做 时光穿梭机 第二次 请大家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结婚的人 回到热恋的时候 那时候的心境是什么 念念为对方着想 这一次做时光穿梭机 要回到 我们这几十年的时光 我们对父母 讲了多少 忤逆的话 多少 惩恨的话 好好省思 绝对要 后不再照 诸位同修 一个人对父母不敬 对你的性德 是最大的损伤 我不骗你 一个人只要对父母不孝 整个业障 绝对快速 现前 所以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从前 我们没有办法再挽救 我们现在检讨好了 从今以后 一定要后不再 请不吝点赞